讲完设计刃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讲设计模式 进入正题 其实大家不要说主角山山来迟 铺垫太多之类的话 这个很正常 就是闲聊两句 比如说你看没看过水谷传 看没看过三国演义 看没看过西游记 这里面的主角都是很晚才出来 水谷传里面的宋江到后面才出来 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也是后面才出来 西游记里面的唐僧也是后面才出来 对吧前面都是很多的铺垫 我们在讲设计模式之前 我们还能再铺垫一下 这个概念我之前也提过 就是我们讲了面向对象 讲了UML类图 讲了设计原则 设计原则之前 我们还通过一本书介绍 引导到底什么是设计 体会什么是设计 那到现在我们要过渡到设计模式 我们从什么过渡呢 就从这句话来过渡 就是从设计到模式 设计模式这个东西 它虽然是四个字 但是它是两个词 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词 顾名思义 你从名字上的理解 设计模式应该也是分开的 对吧 设计是设计 模式是模式 设计我们这儿讲的 其实就是设计原则 模式呢 模式大家想想 从词的这个意思来说 它是一个既定的 通过概念总结出来的一些模板 对吧 一些可以效法的一些固定式的东西 也就是说设计原则 它是一个统一的制造思想 那设计模式呢 它就是根据这个制造思想 然后结合我们日常的开发经验 由那么几个很牛的作者 总结出来的 我们在日常的开发中 应该用到几些固定的一些样式 对吧 固定的一些模板 就是既定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这两个词应该是分开 分开呢 我们还得有一个关联 不能光分开去晒火 对吧 这关联呢 就是说从设计到模式 从设计之上要有一个过渡 就是你要首先了解设计原则 再得了解设计模式 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分开呢 我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假如说 你有很少的时间学习设计模式 比如说你就有一小时的时间让你学习 学习完之后你就去讲 这样的话你应该干嘛呢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就把一小时的时间全部学设计原则就行了 不用管设计模式 把设计原则学好了 能理解一部分 比你背诵似的去找几个设计模式更加有用 对不对 你说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种分开的概念 我猜测你可能会很惊讶于这种分开的这种想法 或者说这种逻辑 当初啊 一年之前 我刚开始也是说以为设计模式是就一个东西 然后上来就看工厂模式 看单领模式 看创建者模式 看设备器模式 看装饰器模式 看单领模式 看那么多基础注 后来才发现啊 原来应该分开看 应该是先设计再模式 慢慢的通过分开这个概念之后 就慢慢的去理解的更深一些了